检查结果出炉了 显示出他的脑部病变 除了既有的病罩之外 区域也明显扩大 而且出现了肿快效应 病程进展快速 推测脑部恶性肿瘤的几率大幅的提高 但是呢 未能进行侵入性的切片检查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确认 原方强调考量团团近期的临床表现 跟这一次对麻醉反应苏醒恢复的时间延长等等 决定不再对团团进行了麻醉 或是侵入性的检查了 将会以维护动物扶植为优先 才舒缓照顾的方式来照顾团团